在接兒子放學 我覺得愛情不是自己安排的 又不是可以說我去買就有 隨緣 但我還相信有愛情 其實我也有遇到的 不過我私人的事也不需要 拿出來分享 但我覺得人是需要的 因為會令你漂亮一點 心情好一點 我爸爸那時離開 他躺在棺材上 但我不夠高 我不夠高就看 而沒有人肯抱我 因為我爸爸是撞車的 所以他經常的樣子都不一樣 我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想有一個 爸爸最後的樣子是這樣的 記憶我 但這是我一個小小的遺憾 我不想什麼都安排好了 我不想太幸福 因為全部事情以前都是 3月、6月、4月、5月 做什麼、做什麼 完全都不用用腦 總之跟著做就行了 我覺得每個人每個階段 有不同的想法 還有應該有做不同的事情 我現在是想 我可以在70%或60% 做事 其他時間是我自己的 我喜歡做什麼也可以 去旅行也可以 我喜歡學這個也可以 學那個也可以 我喜歡每天在他家裡 嘻嘻也可以 我想體驗生活 我小時候是有填飾比賽冠軍的朋友 但沒有去製造一張畫 也沒有學過油畫 顏色筆 或是絲絲 例如我跟朋友去台灣 或是去別的國家 我們都會做一些短的學習 就是畫畫 全天在那裡畫畫 很棒的 什麼都不用想 因為畫畫是很放鬆的 什麼都不用想 你只想想 你如何美化前面這幅畫 這樣 很舒服